我們收到的一些訊息就是說 可能他是在廣東 陸委會傍晚緊急召開國際記者會 因為民進黨前黨工李明哲 遭到大陸關押已經超過二十三天 立委朝野黨團協商決議 呼籲中共盡速放人 並譴責粗暴逮捕行為 只是要探望李明哲 妻子李靖瑜臺胞證遭到註銷 赴北京碰了壁 陸委會這國際記者會 似乎慢了好幾拍 第一時間還把所有責任 全推給對岸 立法院分別通過民進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決議聲援李明哲 但訴諸國際也並非長久之計 讓我們人民到國際法庭 或者其他國家去打官司 我覺得陸委會 海基會會掉算了 海基會陸委會營救國民 施不上力 形同虛設 現在只盼對岸能夠儘速放人 回應交集家屬的需求 記者綜合報導